警方拿起工具用力敲破門而入 几名嫌犯呆坐在沙發上 气到不行 因为这六名嫌犯不只骗钱 还把人关起来 诈骗集团囚禁人头户 盗林里头的账款 得到账户被列为警示才肯放人 现场还搜到好几件警用背心 疑似是为了取信被害人才伪造的 破门而入里头早已空无一人 这里其实是诈骗集团 关押人头户的小房间 台南破过这起诈骗案 但这次情况有点不一样 因为人头户带着上百万的赃款 落跑了 而他们其实都是同伙 只是意见不合起内吼 不过这一闹闹到警察都来了 反而全被一网打尽 因为人头户趁机逃跑 那诈骑集团无法顺利 领取诈骑所得 要其为看管不利负责 而犯下此案 监警手拿存不堪看 旁边的白衣男子 双手都已经被上铐 台南一名三十多岁的胡姓女子 在脸书上看到卖场在招人 被高薪吸引 污入了诈骗陷阱 足足被关了八天 一直到账户漏了线 被设为警示才被放出来 学到惨痛的教训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